90岁抗战老兵突然得知 日本的学校竟然要建在我国土地 老兵当场气得眼泪直流小便失禁 曾经和队友的浴血奋战 以及小鬼子对我们的残忍 但老兵的心头瞬间涌来 随后老兵缓缓地打开一本记事本 想把如今的事情讲给战友 然而本子上密密麻麻的划痕 却是每个战友凋零的象征 这一刻悲伤 无奈 以及绝望的情绪 在老兵的脸上不断浮现 可没等一会儿 老兵就又突然起身 因为曾经和战友许诺的事情还没完成 于是他很快就在后院找到一块木板 接着便拿起锤子 将所有战友的名字慢慢刻下 随着锤子一下下的敲击 曾经的过往也在老兵脑中不断回忆 等做完这一切后 老兵便穿上崭新的皮鞋 和几年都不穿一次的中山装 然后又戴上光荣的勋章 义无反顾就拿着名牌走了出去 为了祭奠曾经的战友 老兵来到小卖部买了两瓶好酒 然而这时 好心的老板却看出了异常 魏国 你这是要去哪儿啊 听着老板的关心询问 老兵并没有言语 他缓缓地穿过这座抗战老城 而大街上的游客络绎不绝 他们对着建筑不断拍照 然而真正的英雄 却孤零零地在人群中无人问津 随后老兵步履蹒跚地来到郊外 然后艰难地爬上山顶 而曾经答应战友的事情也马上实现 只见他将名牌放在石碑面前 而石碑的上面赫然刻着四个大字 英零千古 随后他给战友倒下几碗烈酒 诉说着如今发生的一切 他不懂也完全不明白 难道曾经的历史已经被人遗忘了吗 而就在这时 天空突然乌云压尽 一大片的黑暗也瞬间涌来 恍恍惚惚间 老兵的面前竟出现大批鬼子 然而即使孤身一人 老兵却根本没有丝毫退缩 他呆弱的目光瞬间凶狠 然后勇敢地就唱起曾经的战歌 随着歌声的唱出 忽然老兵的身后近站出大批战友 他们一个个恶狠狠地盯着前方 虽然这些英雄的肉体早就不在 然而我们的大好和善 他们却从来没有放弃守护 2024年是抗战胜利的79周年 我们不能忘记历史 不能忘记这些绑家为国的英雄 英零千 适者长存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